大家好,我是大熊 千赶万赶还是晚了一步 以色列军队进攻加沙 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到人质并解救人质 则天以军13突击队和第401装甲旅 攻入过加沙的兰提西儿童医院 本来这个儿童医院旁边是哈马斯成员 但以色列军队击毙了哈马斯的头头 哈马斯准将埃哈迈德·西亚姆 这个地方的哈马斯如鸟兽散 全部都跑了 于是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这里 占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条秘密的隧道 这条秘密隧道在地下20米处 通向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 以色列军队还在隧道中发现有武器 婴儿乃瓶和10月7日恐怖袭击用的摩托车 一看到摩托车 可能很多网友立刻就会想到 就是这样的摩托车抓了人质 那摩托车在 人质应该曾经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说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劫持的人质 曾被关押在这里 以色列方面正是这一点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少将 丹尼尔哈加里在晚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秘密隧道里的一个房间里面 有一份从10月7日 哈马斯恐怖袭击后 开始的警卫换班日历 房间里有一把椅子 椅子的一条腿上放着一件女人的长袍和绳子 椅子放在世界卫生组织捐赠的一件设备下面 上面放着一个婴儿奶瓶 地上放着尿布 显然这里就是哈马斯人质关押的地点 显然从当前的情谋看 以色列军队还是晚了一步 哈马斯成员已经把这些人质给转移了 这些人质究竟转移到哪里 目前成迷 但以色列的发现也戳穿了一个谎言 那就是哈马斯成员曾经说医院下面 没有秘密隧道是假的 医院这样的地方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一般军队打仗都不会想到 有人会把医院当成肉顿 出于人道主义 国际法在战争期间 也给予了医院特殊的保护 作为两军避免交战的场所 但咱们有没有想到 哈马斯恰恰利用了国际法 钻了里面的空子 这是202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 哈马斯武装人员警戒下的加沙西法医院 什么样的医院需要军人放烧 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这些朴实价值 他们反而将计就计 利用这些人类文明的善意共识 作为保护他们的盾牌 不惜将病人与医护人员当成肉顿 怪不得加沙人民对哈马斯态度大便 并且跟以色列军队合作 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 加沙民众在比较中终于明白了 哈马斯是世界战争史上 唯一一只把战争当生意来做 并把本国百姓当作肉顿的武装组织 正如希拉里所说 哈马斯把战争当成生意来做 每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 加沙平民就要流血 正是认清了哈马斯的本质 加沙民众开始积极地协助以色列国防军 寻找并摧毁哈马斯的地道 军事仓库以及火箭弹发射点 有了哈马斯民众的神助攻 以色列的军队的推进更加的迅速 所向披靡 而哈马斯则土崩瓦解 抱头鼠窜 由于以色列军队进攻的太猛了 哈马斯实在受不住了 哈马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释放70名人质 换取停火5天 释放70名人质 换取停火5天 那其他的人质怎么办 这停火5天 哈马斯要做什么 以色列应该不会同意哈马斯的条件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说过 不释放全部人质 绝不停火 哈马斯不投降 绝对不停火 为啥这样说 因为他们很清楚 以色列只要退让一次 以后以色列人 就会面对更加肆虐猖獗的恐怖主义行为 更多的人会死于非命 这一次一定要让哈马斯吸取教训 把他们打怕打疼 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之前 还抱着一个幻想 就是当以色列反击的时候 中东国家会救他们 但现在看了 中东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出手的 除了伊朗 乍着乎乎的 让自己的小弟野门胡塞武装 还有黎巴嫩的珍珠党出手 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动静 这也导致了以色列军队进攻很顺利 昨天早上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 以色列国防军戈兰尼旅的部队 占领了加沙城的哈马斯议会大楼 一群士兵在议会大楼的主席台上 挥舞着以色列军旗拍照留念 议会大楼被占领 意味着象征哈马斯政权的形式 已经正式失败 可能会有网友纳闷了 为啥中东国家不出手了这一次 其实中东国家也算看透了 以他们的实力对抗以色列 就是鸡蛋碰石头 一个鸡蛋碰石头 跟好几个鸡蛋一块碰石头 没有什么区别 搞不好到最后自己还会血本无归 与其这样还不如冷眼旁观 因此哈马斯的命运实际上 在以色列进攻加沙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哈马斯将来一定会被以色列完全歼灭 这是加沙战役必然的结局 无人能阻挡的大势所需 有报道显示 哈马斯在此次冲突中 遭受了重大伤亡 但是他们仍然保住了大部分的兵力 这说明哈马斯采用了持久战的战略 并且依然具备一定的反击和抵抗能力 展示出其顽强和灵活性 而这对于冲突的进展和加沙地带的局势 具有重要的影响 针对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实力 军事专家们认为 哈马斯虽然在冲突中已经遭受了重大伤亡 但是他们的武装力量 依然具有一定的抵抗和反击能力 这显示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对于冲突的发展和最终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同时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局势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同国家对于哈马斯的态度和行动 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这也将对于冲突的发展和最终结果 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 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动 都将对于加沙地带的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以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而不是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 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和争端 才能够实现长久稳定 当然在解决冲突问题时 各方需要克制行动 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巴以冲突已经进入一个持续升级的阶段 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避免暴力升级和人员伤亡 是一个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各方需要通过谈判和对话 通过摒弃敌意和分歧 达成长期稳定的和平 尽管目前巴以冲突仍处于紧张的状态中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于通过谈判和对话来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促进和平和长期的稳定 只有各方克制行动 避免采取过激的措施 才能够避免冲突问题的升级和加剧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巴以冲突所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 包括领土主权 疆界争议 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 因此需要各方以坦诚良性的态度进行谈判 采取建设性的措施来解决分歧和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够实现全面和平和长期的稳定 推动巴以地区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但是不管国际怎么说 哈马斯是必须消除的 这需要这几个中东国家搞清楚立场 不然这一次是以色列 下一次再找个什么理由 攻击的就是中东这些国家了 尤其是在哈以冲突时期 那些拒绝接受难民的国家 这一次要好好掂量了 弄不好 这些难民会变成其他的组织 来给这些国家沉痛的一击 好了 愿世界和平 今天大雄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